一走进会场跟日本学者们一一握手致意 带团的教授松田康博握着小英的手开心寒暄 每一位跟总统互动几乎都是无瞄起跳 学者们笑开怀小英更是做足礼数 用华语对谈就可以看出各位的功力 那也经常提出精辟的见解 在座每个都是台湾通小英先致意 接着切入正题 我们也透过推动新南向政策 台湾跟区域的国家建立的更多元 而且更多层次的交流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加入CPTPP 听到关键字新南向 松田康博一边抄笔记一边笑着点点头 小英不忘亮出台湾内部论坛交流成果 每年举办的玉山论坛以及凯大格兰论坛 都是各国的决策官员和疑问领袖 还有专家学者都有参与 日本学者们手中纸笔没停过 从热情欢迎到深度交流 小细节也没放过 会场内两面大国旗整齐摆放 反观四天后跟韩国瑜见面 日本国旗挖一边 韩国瑜造势最爱用的中华民国国旗 更像是整面被塞到后方 两相对照 日本学者建晓英笑容总是挂在脸上 但另一头表情有些尴尬 来到台湾 能够多了解台湾一些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 对于他们的接待 都能够特别的谨慎 也符合国际的礼仪 我国元首和我国最大在野党 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谁为台湾加分 高下立判 三连新闻台北苗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